十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木 哀乐低回 礼堂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卓琳统治 横幅下方是卓琳遗像 卓琳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时许 胡锦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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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刚 王兆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琪 刘云山 刘延东 李元朝 张德江 余正生 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朱荣基 李瑞环 魏建行 曾庆红 曾庆红 吴关正 罗干 何勇 令济化等 在哀乐声中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 卓林同志的遗体前 速立莫哀 向卓林同志的遗体 三居公 并与家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和哀悼 卓林并重其间 和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以不同方式 表示慰问和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以及卓林同志的生前友好 和家乡的代表 也前往送别